欢迎收看本节目 晚上十点多离开 提及林聪 或许很多网友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但如果看过电影 英雄本色 蝶血街头等经典电影 一定会想起这位眼神犀利的熟悉面孔 林聪在中国澳门出生 随后与父母来到中国香港定居 小时候的林聪就对表演十分感兴趣 长大后也就选择进入演艺圈发展 纵横演艺圈多年的他 一生出演过上百部电影 常常与周润发 刘德华 梁朝伟这样的顶级演员合作 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 1988年 林聪加入TVB 陆陆续续拍了不少电视剧 常以反派角色世人 或许出演的角色不都是主角 但对于林聪而言 角色不分大小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 林聪都会用心揣摩人物心理 尽力演好每一个角色 也因此成为那个年代的王牌男配 田启文还回忆到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 是林聪十分擅长 反串女性角色 尽管荧幕中的林聪十分粗犷雕汉 但对于男版女装的演出 却能够精准拿捏 不得不让人叹服她的演技 对于林聪的突然离世 田启文非常难过 表示林聪是位平易近人 对晚辈友善的优秀演员 任达华也回应 她拍戏的时候都会帮助新人 也表示会永远怀念她 可见 林聪在行业内的演技和人品 是有口皆碑的 2000年 林聪逐渐淡出了影视圈 转战幕后当起了导演和编剧 角色的转变 让她更觉肩上富有重担 为了培养更多的电影人才 林聪曾在 东方国际影视艺术教育中心 任教学总督 2010年 已经头发花白的林聪 爱上了湛江这座城市 决定在这里生活 晚年的林聪 生活惬意舒适 种种花草 羊羊小动物 日子过得很幸福 林聪不仅自己 常年定居在湛江 还常常邀请 中国香港的朋友 来湛江玩 林聪不仅 对新人照顾有家 还十分热衷于 公益事业 在圈内的口碑很好 林聪曾多次参加湖南 广西等地 举办的慈善音乐会 不仅自己参加 还竭力邀请 乌启贤贤等 知名艺人来助阵 就在上个月 林聪还客串了 电视剧 狩猎者 饰演爷爷一角 没想到才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因突发心脏病离世 让人唏嘘 如今 这位老戏骨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无论是对圈内有人 还是对影迷来说 都是不小的打击 但私人已去 愿他一路走好 本文主笔 天池演员林聪去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